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卫视爱情保卫战之特别节目 很高兴遇见你 我是心动助力官严品红 大家好 我是心动助力官莎娜 今天依然会有八位青春靓丽的女生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开始她们的寻爱之旅 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们 你们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号 我叫冯芳元 今年二十四岁 我现在目前在北京工作 我是一名私营业主 我的恋爱宣言是 颜值都是浮云 我只想好好谈恋爱 我叫谢清清 今年二十五 来自重庆 现在在北京 然后我的职业是化妆师 我的恋爱宣言是 以后你的瓶盖都有我你 瓶盖都有你影啊 可以可以 大家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我叫卢文秋 来自四川儒州 然后我现在目前工作是在成都 我的工作是品牌合伙人 我的爱情宣言是 只做你一个人的女孩 只对你一个人撒娇 哈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四号女嘉宾 我叫赵迪 我来自河南 目前在北京工作 我的职业呢 是一名音乐创作人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愿为爱走天涯 直到老的没有涯 欢迎 哈喽 我是五号女嘉宾 李卫琪来自北京 是一名舞蹈教师 我的爱情宣言是 不要踏着七彩祥云的英雄 只要最忠诚的骑士 大家好 我是六号 我叫陈丽杰 今年二十八岁 来自内蒙古 目前在北京工作 我的职业是一名李怡老师 我的恋爱宣言是 希望找到一个满眼 是我对我倍加珍惜的人 谢谢 果然是李怡老师 相容满面 大家好 两位主持人老师好 我是七号女嘉宾 加把叶环 我今年三十三岁 我是来自广东 是一名舞蹈教师 我的爱情宣言是 期待那个能会 也是连人的人 快点出现 大家好 我叫安迪 今年三十三岁 然后来自天津 是一名销售 我的爱情宣言是 找个老公和我老婆孩子 热烫头 好 欢迎你 那接下来 我们要认识一下 今天的寻爱男生了 好 掌声欢迎黄金乐和他的爸爸还有叔叔 有请三位 大家好 欢迎你们 好欢乐 好欢乐呀 来来来 欢迎你们 人家都是带着爸爸或者妈妈来 你怎么还把叔叔也带来了 来介绍一下 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叔叔 这是我 我是爸爸 爸爸 这位是我叔叔 叔叔 其实我们是一个大家族 然后我们整个家族都互相团结 所以说 我叔叔也是从小看到我长大 所以今天 我们这个婚姻大事 他特别的上心 所以说应该过来罢官 好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黄金乐 今年二十八岁 我目前在海南的一家公司 担任讲师 专门做培训这一块 培训哪方面呀 主要是给我们的这个 不同的人群做这个规划 职业规划 对对对 那你希望找到一个 什么样类型的女生呢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首先她是一个长头发的 长头发 都是长发 都是长发好了 对 然后她就是可能需要独立一些 不太粘人 比如说咱俩谈恋爱 不要老是时时刻刻都要 纠缠着你 就这样 是因为你很忙吗 可能是我自身的一个性格的问题 就是说我可能需要一些 私人空间来思考 就有自己的一些空间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打扰我 需要自己的空间 对 好 也请爸爸和叔叔 做一个自我介绍 爸爸个子不是很高 对 妈妈很高 但她今天没来 我叫王熊看 熊广西过来的 我叫黄山文 这孩子是我的侄子 我是山叔 爸爸排行老几 老二 这是像儿子一样 亲的那种侄子吗 特别亲 我就看着他长大了 看着他长大的 能看出来 金乐的这个爸爸和叔叔 都很质 对 因为我爷爷有很多个子女 四个儿子 四个女儿很多 所以我们是个大家族 所以说从小他们很早就去经历了很多事情 他们不太喜欢交流 他们只会用行动来 明白明白 好 因为也是对儿子孙孙的牵挂和期待 所以今天陪着我们金乐来到了现场 叔叔不要紧张 那我们简单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知道我们金乐是成长一个广西的质朴的家庭 现在在海南做一个培训师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重要环节了 一起来进入那一课 这个心动 这新的小伙子挺帅气的 是 这爸爸和叔叔骄傲吧 我还在寻找 一个依靠 和一个拥抱 谁替我祈祷 替我烦恼 为我生气 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 缘分让我们慢慢紧卡包 然后孤单被吞没了 无聊变得又花了 又变花了 小球我闹 小球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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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 我唱 小球我唱 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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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慢慢静靠 像我孤单被吞没了 无聊变得又花了 又变化了 想叫我唱街道 是你最美的记号 女生比儿子更好 你们他是不是爱人比你高 这种组组儿子是不是也能接受啊 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 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叫救我唱街道 你认得无可救药 我放慢了目标 感觉像是喝醉了 终于找到 心有联系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我永远爱你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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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暖暖的好 我永远爱你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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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很好 你感觉怎么样和八个女生的同台演绎 我感觉特别的幸福 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美女跟我一起唱歌 那你是因为美女太多就晕了吗 还是对某一个美女有心动啊 我对我们台上的所有的美女晕了 晕了 我看她确实跟哪个女嘉宾都挺来电的 对 每个眼神交流都好到位 我看了一下 我感觉男嘉宾就是很诚恳的 她确实对每个女生都很尊重 而且就是她的父亲和叔叔很淳朴的 就我对广西人的印象都很好 哦 鼻心 鼻心 她给别人鼻心 我就不想跟她说话 我给你鼻跟她 好 那经过这轮我们唱歌的互动啊 不知道在金乐心中 对哪个女孩子有了更深的感触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的选择 请金乐做出选择 好的 她到底是谁呢 我们留到最后 告诉大家 那我们接下来更多了解一下 金乐是一个怎样的男生了啊 一起通过一段VCR来了解一下她 请看 不懈奋斗 坚韧不拔 我是黄金乐 严谨求识是我人生的作用品 刚从大学毕业 我就在传媒公司担任主管 为了更好的发展 我又转移成为了一名陪训讲师 我不只在工作上有盼高峰 在生活中也喜欢挑战自作 我喜欢在擂台上战斗 感受技巧与力量的碰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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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今天的穿着和她小片里面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 对吧 主要是我的兴趣比较广泛 就是说我动的时候那我就全力地去动个体制 我惊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连根针掉在地上 我不能听见专注这个东西 男嘉宾你是有健身的爱好是吗 是的 所以健身以后可以带我吗 你是觉得需要那个 没问题 他可以做你的动力教练 对每天紧动起来 哎呀好厉害好严厉啊 那不是应该哄着女朋友说来嘛咱一起健身嘛 我首先肯定是先用严厉 如果说你不吃这套的 我会让你就是慢慢地从一个严厉的这个教育方式 然后再换到另一种 你看这培训师就可会说了哈 那你现在就教育一下她 我看你们怎么沟通 去培训一下啊 这件事情怎么办 对就是文秋她就是不喜欢运动 然后你是怎么说她都不愿意去 然后你是怎么说她都不愿意去 假设你们是男女朋友了 你们沟通一下 来开始 嗯 文秋啊 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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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对 走哪儿 吃少门烧还是吃火锅 就不愿意去 你说呢 那是吃烤肉吧 过来 过来 对 你先过来 过来吧 哎很有男有力 来来来 过来 过来就过来 说 蹲下 啊 有什么 你这是男朋友还是教练啊 这个怎么蹲 不蹲 扎马步 嗯 这个能扎马步 半扎也可以 你可以不听啊 哦 我不听 我忘记了我可以不听 那这样吧你伸手吧 伸张开 胳膊张开 像我这样 像你这样 对 然后呢 左手 我看能 我看你的肢体 对 右手不能放下 我看你两个手 同时张开 怎么了 对 我看 我观察一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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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有策略的 别动 抬高一点 我好害怕 别怕 放松 拐了 拐高一点 抬高一点 腿 你的腿 和你的肩同宽 好 保持啊 你要干啥 你的手不够平 你要想一下 你是能端两桶水 那个感觉 我端不起来 所以说我看一下呀 好的 今天的健身时间 都到位了 就让他先行动起来 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可以瘦我们的胳膊的 然后刚才张开的时候已经是 刚才张开的时候已经是 刚才张开在转一转一转一转的 你刚才张开在转一转一转的 对 已经在燃烧这个脂肪了 对 已经在燃烧这个肢 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前面有点凶 后面的话还是挺好的 温柔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您这边培训的话 培训者要做什么内容 因为我刚刚好像有听到 传媒方向的 我传媒方向是之前 经过朋友 相当于说给他帮忙 但是目前跟我这个工作 它是不相关的 它主要是给我们的 这个不同的人群职业 职业规划 然后给他做一些规划 然后有一些策略 可能就这些东西 职场规划 你知道吗 这个丽杰也是一个培训师 他培训礼仪的 那礼仪老师 你觉得我们职业规划的 培训师的礼仪如何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 随性的一个小伙子 那就礼仪还不到位呗 你给指点一下 你来给他培训一下 对 指点一下 来 怎么站 你也刚才像他对待文臭一样 你也站直了腿了吗 胳膊了什么的 对 就是说一些最简单 最基本的 就是觉得男孩子 平时站的话 当然跟他这个穿着有关系 今天穿的可能是 比较活泼一些 但是日常的话 可能我们站在台中间的话 就是身体的重心要稳 就男孩子一定不要 就是左晃右晃这样子 就做一个基本 要给人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手放哪 放这 就自然放下就好了 他刚才有晃吗 左晃右晃 我看他一直是左晃右晃的 你原来一直关注我 那台上就你一个男嘉宾 不然我应该看谁 好好好 谢谢李姐 谢谢 谢谢 我们简单聊到这儿啊 接下来还有很多机会 和我们金乐来互动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下一个环节 疑问 清新 我们请金乐和叔叔爸爸 选择三个问题来和女生探讨 金乐先选一个 金乐选两个吧 那我选第三个 于前任分手的原因 对 然后第五个吧 偏爱哪种恋爱模式 爸爸选帮儿子选一个 我选那个吧 愿意主动承担家务 这一看也是长辈的问题 来看看选定的三个问题 是什么呢 与前任分手的原因 偏爱哪种恋爱模式 还有愿意主动承担家务吗 那我们就第一个话题 先来讨论一下 和前任怎么分手的呀 与前任分手的原因 我跟前任就是还挺合适的 只是说他当时家里面有变故 但是我没有太在乎他的感受 我就想男孩子呢 就应该正做 不应该天打游戏 其实他就是宣泄 自己内心的一些 不太好的一些东西消化 但是我就没有太能接受到 这个讯号 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些 就是说逼他不要打游戏烦他 然后现在我又觉得 我就变了 我不会不考虑男生当时的感受 我会站他那边 想他当时是怎么怎么样的 他当时经历了家里 怎么样的变故方便说吗 就是他爸爸去世了 然后他就一下内心很空 但是我又觉得他打游戏不应该 你打游戏吗 金乐 我可能是一年前吧 因为可能也是工作的原因 然后把所有的游戏全部卸载了 但偶尔就想打的时候 就把他吓下来 打完之后就立马就删了 我之前是一个严控 特别严的那种严控 就只看长相 我之前的恋爱就是 我网恋嘛 然后他追了我挺长时间的 十天 然后没有见过 然后十天之后 十天就追了挺长时间 腰球太低了 我想是十天 十天 好好好 然后呢 那会儿他就疯狂追我嘛 然后我就见面了 见面以后看长得挺帅的 然后后面呢 就是我越来越粘他 然后他就不粘我了 然后那会儿玩游戏嘛 他就和一个女生 玩游戏玩好了 玩好玩好之后 我们就分手了 哦 还有一段也是 我们一起学习嘛 他也是长得很帅 我们就是约着朋友啊 一起玩 然后就好了 好了之后 就不怎么理我了 就对于严控这方面 屡战屡败 屡败一战 然后我就对于严控这方面 我就没有那么高要求了 所以还是想找一个 踏实一点了 对对对 由于严控 只看了言局 不了解这个人的个性 相处之后 发现并不合适 对 现在不严控了吗 不严控了 那我还得问你一下 今儿的严 你觉得行吧 踏实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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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否定他的严迟了吗 也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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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实不 也很帅 也很帅 问一下叔叔吧 他是个踏实的孩子吗 当然了 从小都很乖的那种 很懂事的 他放学回家了 还主动帮家里 做家务的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 经常熟悉打零工 自己赚钱 赚钱还往家里寄来 还给家里面寄呢 还给家里寄钱 现在在给爸爸寄钱吗 对 有的 真是个好儿子 他是吧 他是 我跟我前任分手 我觉得主要是性格方面的问题 就是他那个人控制欲特别强 就比如说我跟我家人一块去吃饭 他也要我一定要戴着耳机 就算他跟我不聊天 然后也要时时刻刻知道 我在干嘛 跟什么人聊天 就是这样 戴着耳机是语音吗 听声音吗 对 我就是在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大家吃年夜饭 全是那种很重要的家庭成员 我也要戴着耳机 那很不礼貌啊 是 我就觉得他控制欲很强 有的时候我穿衣服 他就觉得 你不能这么穿 你不可以 然后你要穿什么穿什么 就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我们最大的矛盾 我刚刚看VCR里边 你就是对那个工作上的那种态度 我想说你在恋爱上 也会有这种的倾向吗 那倒不至于 但是我可能就是会有一个 小小的 我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控制欲 其实控制欲吧 它并不是说 它完全是坏的 就是说我们要看 你控制的是什么事情 对吧 如果说你控制的是 对你本身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 今天咱们出去吃饭 对吧 下雪 你非得穿一个那个什么 特别短 然后露腿 他们不懂 对吧 那肯定为你着想啊 那我美啊 我不冷 你美的话 我可以给你打车 我可以帮你 就不让你会受风的那个 对啊 所以我穿这裙子不行吗 我今天就想露腿出去 光腿多好看啊 对啊 行吗 这个不行 对 万一感冒了怎么办 这行吗 问问这个位置 这样行吗 我觉得就是我想美的时候 我就是单纯的为了穿得好看 自己开心 对啊 你要是去反驳 我就很不开心啊 我觉得今天这一天 这事就过不去了 所以她这个回答算是 也比较控制的吗 嗯 就是挺限制的吧 这不是限制 也不是限制 这最后可能 看咱们这个沟通方式吧 也可能会 剖鞋 还有余地是吗 那你就现场沟通一下 看能沟通成什么样 来开始 你就劝她 不要穿那个露腿的裙子 好 你来吧 你来好好说说这事 你看她的腿露的 哈哈哈哈 哇 这么漂亮的腿不露怎么办 哈哈 这又白又直 对呀 吃什么呀 随便啊 随便啊 嗯 吃什么都好啊 不是说裤子的事吗 咱们吃饭了 对呀 赶紧穿裤子去啊 我穿裙子不好吗 不是 这么冷的天 你穿什么裙子呀 我腿好看啊 好看吗 我的天哪 我给你拍个照片吧 拍吧 你看看 你自己看看你腿 不好看吗 这么粗 我的天哪 什么 我看不下去了 你爱吃什么吃什么去吧 天哪 你是来吵架的吗 怎么了 你爱吃什么吃什么去 我吃随便行吗 我管你 就不回来了 那我自己去了 去吧 我走了 走吧 你招屌调行不行 你不是为了让她暖和点 你听懂命题了吗 天冷 你舍不得她动着腿 想让她穿一下裤子 她觉得六腿漂亮 你得劝她用个合适的方法 你这 好难啊 你刚才我告诉你啊 你刚才已经犯了死忌 死忌是什么 你居然说自己的女朋友腿粗 其实因为我就是可能平常当中就喜欢半嘴 你就喜欢半嘴 对 你跟女朋友平常就这么说话吗 对 你平时跟女朋友这么说话呀 那谁还给你好呀 这么胖 我腿你都说粗 那你攻击了她也没解决问题啊 人家还是不肯穿啊 对啊 对啊 但是所以就是我就服软了呀 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就不愿意 你把女朋友惹生气了呀 真的吗 那就后来给她一个惊喜给她 来来看看有什么惊喜 来 走吧 吃饭去吧 就穿这个吧 好不好 不去 我要减肥 你说我腿粗 我看一下啊 我的银行卡 没有密码 随便用 走吧 吃饭去 你是怎么分手的 是不是说人腿粗 人家不跟你好了 没有 我其实上一段恋情是因为异地的原因 对 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矛盾 包括 你确定没有矛盾 确定没有任何矛盾 你跟她不用这种攻击性的方式沟通 有 会有 也会有 也会有 她不怪你 她不怪 但是有时候她会有点小生气的时候 你就给银行卡哄回来 没有 没有开玩笑 就是说 她可能在 确定是可能我过分的时候 那我都会收敛一些 然后给她道歉什么的 好吧 我觉得刚才姑娘们也别误解啊 因为在舞台上 多少有点演绎的成分 可能跟你开玩笑 我相信生活中她不会这样的 你直接 可能就是我平时工作的时候比较压抑 所以说我是想着要放松一些 可能会跟我的朋友啊 就会互动开玩笑这种方式 玩笑别开大的就好 对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她 就说实话 她一开始我对她还挺有好感的 可是刚刚我觉得她好作作呀 就是 特别的烦 就真的有点看不下去了 怎么能 我可能选择你啊 好 来吧 咱们继续说说 每个人的这个分手原因吧 我讲一下我的吧 我的之前 她是个大中央空调 然后喜欢背着我跟别的女孩聊天 还叫人家老婆啊 宝贝啊 我看完之后我就说 我很冷静的 我跟她说 我说怎么回事 她说就是朋友 我说那叫人家老婆 我这个叫人怎么回事 她说 但这是好久之前了 就没跟你谈对象之前 结果我一看那个时间根本不是 然后我就把那女的删了 她就生气了 她说是我的合作伙伴 你干嘛要删她 而且生活中她也喜欢管我 就比如说我去买个化妆品 服务品 五六百钱很正常 而且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她就会说 啊你怎么买这么贵的 然后两三百一套你不行吗 就管的我太多了 就你遇到那个前男友 和魏琪的前男友很像 不喜欢被管控 我不喜欢被管 然后也不喜欢太黏人的 然后呢 得有责任心上进心 然后幽默且成熟 好的 赵迪一直没说 你是怎么跟前任分手的 我前任其实跟他有一点还挺像的 说你腿粗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我对他有好感的点 他跟我前任还挺粗 所以他一上来 其实我就是 我觉得还挺有好感 结果他后面就是 就是做了一些事情 跟我前任好像 就是会这种攻击你啊 他怎么你了 就是会说 哎你怎么那么胖啊 你脸怎么那么圆 你哎你去减肥吧 你还吃你吃 就就这样 老是这么说我 然后说什么 哎呀你的脸就像一个包子 像一个大饼是不是 那就是因为这个 就老这么说我 还有一次就是非常严重的是 我跟我朋友嘛 然后就要出去那个聚会 他直接当着我朋友的面说 哎你腿这么粗 怎么还穿这么短裙子 你看人谁谁 这个我太不能忍受了 他就当着我的面说 哎你看那谁腿多漂亮 你能不能减肩肥 其实刚刚就是男嘉宾那句话 让我有点瞬间就 好好 其实就是刚刚是因为互动嘛 但是如果再真的是我男朋友 这么对我的话 我肯定就今天这事不好过去 嗯对女孩其实大部分对这个 都挺明朗的 对非常介意 对非常介意 我都本来想听你说话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这还只是说那一句啊 就舞台上他有一点 比如说紧张 或者是想让自己表现得更怎样 会有一些浮夸的过度的表现 生活中未见的一定是这样 我帮你圆一圆吧 你给你自己也圆一圆啊 其实我吧就是可能 就说咱们如果说很熟的情况之下 我不会是这个样子 就不会那么的过 相处的时间长了之后 如果这么说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开玩笑啊 或者调节一下气氛和情绪 但是如果还没到那个程度的话 就一定要注意 对 金的今天收敛一下啊 金的 学到了 我觉得好好说话真的很重要 我跟前游分手的原因 就是我们都是一些 非常非常细的小事 就是吃饭啊 喝水啊 这种非常小的 然后呢就是他也很爱管我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我觉得他是在乎我 然后呢就是他母亲呢就觉得 我们两个一直吵架 这样很不好 所以你分手原因是对方的家长 不是特别看好你们的感情 对 就因为老吵架嘛 我跟前任分手的原因呢 是有两个触碰我底线的原因 第一个他是在我们交往的期间 是跟别人有一些暧昧的一些交往 然后第二个呢 他就是经常会用一些 不真实的理由来敷衍我 所以我就想问男生就是 你会在什么情况下 会对这个女生会说一些 善意的谎言 或者是不善意的谎言 其实说真的 我一般是不会骗人的 特别是女朋友的 我是百分之百的这个真心诚意 如果说我真的喜欢你 咱俩在一起了 那我肯定是不会去骗你啊 为什么要骗你呢 好 好 第二个问题了 偏爱哪一种恋爱模式 我比较喜欢比较细心的男生 就比如说在生活当中 他能观察到我的情绪 然后会根据我的情绪 去调整每一个细节 就是属于幽默风趣 然后呢情商高的一个男生 会无人处事 哦 很贴心的 对 就是不要太管我 但是该管的时候可以管 但是不该管的时候 你不要管太多 哇 这个度不好把握呦 对啊 所以就需要就是 情商高 又得看到冬天你的腿冷的细节 还有点照顾你想要漂亮 露腿的心情 对 不好把握 其实我还挺喜欢那种 就是大男子主义一点的 就比方说 就他让你把手抬起来 这个不是 比方说我出去玩 我们不在一块 然后他就说 爱给我拍个视频 或者发个消息 你在哪啊 你怎么怎么 给我报备一下 什么什么的 我就觉得哇 他很在乎我 啊 你喜欢这样啊 哦 我喜欢这样 他喜欢管着他的人 哦 就随时随地 你要跟我比如说 我开个视频来 一个我看一下周围都有谁 啊 可以啊 他觉得是在 我觉得很可惜嘛 但他不能 这个太可怕了 不能每分每秒 只是说我们报备完之后 比如说他也是 他出去玩 也会跟我讲一句 然后你去玩你的 出于爱意 想要知道 了解你在干什么 而不是出于管理 或者是控制你 想监视你在做什么 对吧 哦 所以即便他刚才 有点凶凶地对你 一会儿举手 一会儿蹲下 你一点都不因为这个 来烦他 哦 因为他毕竟 也没说我什么 哦 没说 哦 对 我跟你讲 我为什么就点了 我相信他一定 不会说你腿粗的 你明白吧 我觉得 归根姐姐 他还是一个 有情商的男生 他说这个女生 所以大家一看 就知道人家腿又 对 不这么漂亮 是的 对 但是玩笑得有度 我的恋爱模式是我希望说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就是互相去夸奖对方 然后一起去督促对方更加的努力一起变好的那种 但我想知道就男嘉宾是一个会喜欢夸夸人的一个 你会夸吗 你好给你命个题 现场就夸一下我们丝毫照第一 开夸 你今天穿的真好看 特别是那个链子 很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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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穷了 就到这了 谢谢 夸不下去了 就这个夸你满意吗 我 他是个诚实的人 没有 这可能也是我个人性格的问题 就是说可能我很少刻意地去讨好人家这种 如果说真的是去夸对方 你说你今天很漂亮 那是 有点刻意是吧 对对对 很刻意 太过于刻意地去赞美对方 我突然发现金乐其实是一个高自尊的人 他不愿意通过夸赞别人去得对方的好感 因为我们可以用行动 对我们用行动去争用 而且他为什么会用一些看起来有点像开玩笑的攻击性的话 和女朋友交流 也是他的高自尊 好 还有哪个女生想说一下 就是我是因为平时是一个比较粗心 比较大大咧咧的一个人 所以我希望两个人相处呢 就是可以帮我适当地做一些决定 就小事帮我做一下决定 大事的话我们两个一起商量着来 是这样一个模式 小事帮你做决定 他现在就我觉得让我很想夸他的意思 你夸 你夸 就是他说话特别温柔 这个夸的很真诚 他身形很甜美 你看赵迪的表情 你夸人家历劫的由衷啊 你夸我那个费劲啊 可能是交流上了 然后就听到感受到了 很喜欢这种交流方式 对对对对对的舒服的感觉 很甜美 我偏爱的恋爱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 我能够做的就是 解决家里面的 后院里面的所有的问题 然后你就是安心地去听传你的事业 我的恋爱模式就是各忙各的 然后呢 但是心里要时常的惦念的对方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就很舒服就是那种感觉 我喜欢的那种恋爱模式就是 甚至有回应 渐渐有着落那种 比如说你去干什么 会给我报备那种 男嘉宾能接受吗 就是去干嘛都得给我说 可以没问题的 就是说我去干什么工作 干嘛都给你报备 没问题 你愿意吗 本身自己是这么一个人吗 对我本身是这么一个人 但我们这个是建立在尊重彼此 这个基础之上 有独立的私人空间 你不是刚说了愿意实时报备吗 人家方便问你 你要是是有回应 这个没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 那你的空间在哪儿 空间就是我跟他说我出去了呀 比如说我 你去干嘛了呀 我今天就是 你告诉我吧 我今天我一个人去酒吧喝酒 你去酒吧喝酒 对 我跟你说去酒吧喝酒 不行 那我现在想喝酒怎么办 你今天想喝酒 那你带上他 你带上我 可是每次跟你喝 你又喝不过我 你都先醉了 你跟你朋友喝酒 是你喝得过的吗 我进来你是来吵架的吗 不是 那他说他要去酒吧喝酒这件事情 又一个人去 方便能接受吗 那我接受不了 我男朋友自己去肯定接受不了 你要带着我还可以 那可以呀 你要带着我 你要是去的话 那完全可以 那可以 那如果说 就是我跟你说了之后 你不同意我一个人出去 你想跟我走 那咱俩可以一起去 那要我再反问你去 要是我不让你去的话 你还会去吗 那你给我一个 其他的 解决方案是吗 解决方案 你还去吗 就想让你陪着我 那可以呀 其实你明明有发现金了 其实是一个嗓门大叫的很响 但其实女朋友提个啥要求 也就都服软了 最后呢 该光头也光了 银行卡也给了 酒吧也没去成 是吧 你就前面的话听起来挺声音 后边也都服软了 也都哄了 也都听了 对 这是你的恋爱模式吧 对 好 严老师一直在圆 都把圆不下去了 那咋办吗 最后播出就是闲姑娘腿租 非要一个人去酒吧 你让我们怎么去偷的 哎呀 哎呀 来第三题 第三题 愿意主动承担家务吗 愿意的请举手 愿意主动承担家务 一二三四五 有三个女 四个女生 一半一半啊 对对对 那你们这不承担家务的准备 怎么办 为奇 因为我在家就 就父母对我就比较宠嘛 那我肯定就是 就不想干 就算我会干 我也不是说愿意去主动干的这种 但是我不是邋遢或者是懒 我可以就是把我自己的东西 弄得很好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会保持原样 但是你让我主动去干的话 我不乐意 其实我是看情况 就比如说我今天心情好了 我可能一天都是我做 如果我心情不好了 我可能这半个月一个月我都不会做 就随心情来啊 对啊 你基本天天心情不好是吧 哈哈哈哈 那不至于啊 如果说男生就很宠我 或者天天哄我开心 我还是很愿意的 啊 哎那我们愿意主动承担家务的这个朋友说一下 我愿意主动承担家务 但是前提下就是我主动去做了 你也要主动地过来跟我打一下手 目前搭配这样子的这种状态才不会累吗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今天下班你比较忙 那家里的家务我来做 但是如果我很累 那希望你也是要稍微做一点 嗯 哎你做家务吗 我也是看情况 你也是看心情是吗 什么情况 就是我可能今天心情好 然后就是会做家务 因为我在工作很忙的时候 我经常把我的办公室包括家里 就是那个资料到处扔 那你会主动收吗 最后会 但是可能会很长时间 比如三天五天 一个礼拜都有 但不会发生到发臭的那种状态 那以后如果有了女朋友啊 或者将来结婚了 你会主动承担家务吗 做饭呀 擦地呀 你会主动吗 这是个态度问题 嗯 对 我肯定是会主动的 会主动的啊 对对对 这个问题是爸爸刚才提出的啊 您是怎么想的呀 先生 我就是想要一个 会做家务的玩偶子 哦 心中的儿子 爸爸是想找一个会做家务的 承担一些家务这样 他安全去工作嘛 哦 其实也不是让一个人做嘛 谁有空谁就去做嘛 爸爸我问您一下啊 您在家做家务吗 经常做了 叔叔您做家务吗 做啊 做啊 我们这边 啊 基本上都是男女处扫 男女都做 就是儿子也是要做的 但是希望有一个女生 可以分担家务 其实我儿子也很 很勤的托地板 什么都做的 都会做的啊 对对对 我愿意主动承担家务啊 因为男孩子在外面 肯定有自己的视野 男生都视野心比较强嘛 所以我希望他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我把家里打理的 条条是道的 很温馨很开心 然后他出门奋斗的时候 也觉得说是为我而去的 然后有动力这样子 哦 我也是愿意做家务的 但我跟他不一样 嗯 我是那种我自己看不惯家里乱 我一定要一天要收拾三遍 如果我在家的话 如果我不在家 比如工作啊什么的 我回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家里收拾 干干净净的 再开始做其他的事情 哦 这个才叫真正的主动 我不为谁 就为我自己 对对对对 我一定要干干净净的家里 嗯 我想问一下爸爸和叔叔 如果以后女生不会做饭 这个你们会很介意吗 介意吗 不能帮儿子主动承担家务 也不怎么建议 不过女孩子嘛 一般都是喝一点粥才会更好嘛 是不是 可是我从小的环境 就是不沾阳春水的那种呢 那也没办法啊 那看看我们怎么样啊 如果是含在我一起在的 就可能不给你做了 但是如果你们独立家庭呢 我也帮不了了是不是 那时候就没办法了 你看爸爸说如果要在一起的话 我帮你做 没问题 但就是担心你们小两口自己生活的话 那怎么办呢 对对对 如果你还在一起在家庭呢 你掉一根头发 我还帮你去捡起来 哎呀真好 爸爸真好 从男嘉宾刚上场到现在吧 我觉得男嘉宾是个特别诚恳的人 他就不会去说违心的话 然后包括叔叔跟父亲的发言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就是很淳朴 就是很喜欢这样的家庭氛围 很纯粹 对 我想问男嘉宾 他是怎么离开家乡 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职业和就是位置的 其实我这个一路上主要是 因为我家庭这个家族带给我的教育 因为他们从小教育我要自强自立 我喜欢的东西 他们会全力地支持你 他们从小就会尊重我的所有的选择 所以你一直就是心有多大 你的世界就有多大 对然后我也是慢慢地就是逐渐地走到今天 那你觉得你现在算成功吗 因为我感觉就是你的言语里面 你好像对自己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态度 其实我想问一下女嘉宾就是 咱们对这个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成功的定义 你觉得你成功吗 那这样的话我肯定是成功的 怎么讲 就是说我今天做的每件事情都比昨天有进步 这是我一个标准和自我一个成功的定义 好的 每天都往更成功的路上 对 自己的一个定义 男嘉宾现在在海南工作是吗 对 就比如说我在北京工作 你可以放弃海南工作来北京工作吗 首先我不会放弃我现在的工作 因为我目前也是正式在不断地开透 我的这个工作圈 在北京也有 包括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源 未来也会往北京方向发展 所以说这个没问题 你是本身就有规划往北京发展 还因为人方圆在北京 就是我可以去 没有 本身也有这个规划 对 对 对 往这个更大的这个目标去不断地发展 我这边的话其实也是在北京工作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男嘉宾 也是对未来的一个发展 我未来的发展将会在目前暂定在北京 就是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机构 就是做我目前的这个工作把它扩大 就往北京方向 所以那你有想过要去北京创业 那什么时候成家呢 就真正步入家庭生活 对 其实这个的话得看我们对方 如果说咱们现在开始交往 根据目前这个状况发展 不会说我必须事业到多少多少 然后再去结婚 不会这样 爸爸有这个期待吗 说儿子早点结婚吗 抱孙子有没有这个着急的心情 有了 有 那就必须有了 叔叔都着急 咱们老一辈都希望孩子成家 然后有了他的孩子你们就放心了 哪一个展规都是这样啊 这怎么叔叔眼光都红了说这个 为什么心疼孩子是不是一个人漂泊在外 出来漂泊那么久了 这都还没生家 展规的不是担心吗 替我担心 从小我看着他胆大了 哦 我们也能希望他早又有个人来陪他 自己在外面一个人漂泊那么久了 是不是 刚刚就叔叔们提了一下 那我就想问一下男孩 如果你现在找的对象的话 是一定着急一年之内就要结婚 还是怎么的 其实得看相处的状况 就是你现在谈恋爱的出发点吗 是奔向婚姻去的吗 婚姻为目的 就是主要目的 那我顺便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的前女友哈 就无论哪一个你对他做过最让他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我做过最让他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交往了刚半年 然后有一次呢 然后有一次呢我出差去了 但那天呢正好是他的生日 但那个出差吧 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能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然后我跟他说我今天不能陪你过生日了 说完之后我就去了外地了嘛 然后等到晚上快十二点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掐着那个点突然间出现在他们家的那个楼道的那个拐口 因为我知道他每天的那个下班的那个路口嘛 然后我知道他那个路线把那个玫瑰花和那个蛋糕给他 都卡点嘛 少点生日 他非常感动 然后也因此我丢失了我这个重要的那个客户 让我损失了很大的这个代价 就是你还是说跟客户爽约了 对 就是陪了女朋友过生日了 对对对 浪漫吗 我还是希望男生以事业为主 你这就不解风情了啊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看你们家庭关系还挺好的 那如果说女朋友和你家人发生冲突了 你会选择怎么做呢 一般是冷静处理吧 就看这个事件的这个本身的对错 或者是换一种模式 比如说我跟他交流沟通 或者说善意的谎言也可以 我觉得金乐他们家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我们当长辈的也不会去打扰你们的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我觉得爸爸和叔叔真好 真的 一般不会为难 爸爸就说我帮你剪头发 这样的家人你说还有啥矛盾呢 对吧 好 聊得差不多了 对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了 谁会是金乐的清新女孩呢 但我突然想先让女孩们表格态 经过这一波三折的交流之后 在你们心中金乐的分值有上升的 没说一定是你们的清新男生啊 有上升的 请举手示意我们 方圆觉得有上升 有上升啊 只有赵迪和魏琪没有举手 你看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不要一开始就下定论 这是一个怎样的男生 我们更多地交流 更多地了解他的成长 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那接下来要看看 金乐和爸爸叔叔在这一轮的交谈之中 认为谁是适合他的亲新女孩呢 我们申请爸爸和叔叔你们商量一下 你们觉得谁是更适合金乐的 你们俩都认为是这个 好 看看金乐自己的选择 谁是你聊天之后的亲新女生呢 请选择 我们是很意外的 他选的是这个 金乐爸爸 随他吧 随他吧 究竟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当中 金乐以及后来爸爸和叔叔 觉得他的亲新女孩会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亲新之选 好 来看一下第一轮 金乐的亲新女孩是谁呢 请看 方方圆 方方圆 我透露一下 在第一轮当中 爸爸和叔叔就说了 高个子的女生可能儿子挺喜欢的 对 因为他们家就是妈妈比爸爸高一点 来 看一下在经过交流之后 父母的选择 爸爸和叔叔商量 爸爸和叔叔选的是谁 请看 陈丽杰 陈丽杰 来看看那金乐的选择又是谁呢 从一而终了 他想到你跟他从头到尾好像交流也不是特别多呀 对 可能是我交流多的可能说的内容吧 但是他让我心动的话我可能就话很少 对 他就是属于那种的 如果一个女生让我心动我就不太好意思跟你说话了 你得多不喜欢我呀 没有 我没这个意思 没有 我没这个意思 他刚才真的跟方圆沟通的时候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对吧 人家说你不许去喝酒了 他说好好好 我不去 我在家里陪你 你们记得这个瞬间吧 很明显 所以哦 你深藏不露哦 对对 所以我补充一下 都是刚才对于我们为题 我们只是因为一个演艺 然后我只是因为对于你初步的一个性格的了解 然后我只是按照这个风格 然后给你做这么一段小游戏 所以希望你也别介意 好好好 接受这个道歉啊 对对对对 这很绅士啊 但是刚才你也一直在说历劫好温柔啊 听得好舒服 是不是也有一些好感啊 对 也是有好感 一开始的时候 嗯 好 那么现在我们出现了两位亲近女孩 你们如果愿意继续有机会和金乐交流 可以选择留下来爆灯 如果觉得也不太合适 可以放弃 好 两位女生 请选择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好 两位女生 请选择 我倒数三下啊 来 三 二 一 都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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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弃吗 不要啊 我觉得身高吧 可能是 你是因为身高 嗯 就人还是不错的 就是因为身高 所以你找另一半是一定要个子比你高的 就没有说和我 比我高 就差不多吧 唉 有一点点遗憾啊 那历劫也没有亮灯的原因是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那历劫也没有亮灯的原因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三比二的一个选择 就是男孩子可能更喜欢一号一些 其实我们这一轮的选择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感觉 是的 接下来的人生路还得靠自己去走哦 至少今天多了八位朋友 也认识了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阳光的金乐 也特别感谢这个爸爸和叔叔陪金乐寻爱 虽然今天没寻到 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带一个你们满意的女生回家的 好吗 对 太好了 好 把奖祝送给他们 谢谢 祝福你们 好 那金乐和叔叔爸爸都先回家了 好吗 好的 好的 再见了 谢谢你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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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再见 天啊 好好 特别好的家人 对 看到叔叔和爸爸的背影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难过 嗯 但有时候其实爱情说来就来了 但是如果那个缘分还没到 可能还需要我们去守候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只要我们努力地向上生长 做一个快乐幸福的自己 就一定会找到能够和你一起分享幸福的那个他 是的 我相信呢 只要有心 你总有一天能够很高兴地遇到你的那个他 好 那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录剧 很高兴遇见你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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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 谢谢